我现在在家就跟她第二个妈一样 真的太累了 我觉得她太脆冒求疵了 我怎么做她都不满意 她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问别人意见 没有一点主见 我针求这样的意见难道有错吗 她自己就是一个巨婴 还一直跟我说要孩子 我怎么敢跟她生孩子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29岁来自重庆 销售 女嘉宾王女士28岁来自重庆 来自四川售货园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了 结婚一年半了 婚前是个大男人是吧 婚后是个大巨婴是吧 对 就结婚前吧 她对我特别照顾 然后特别体贴 就那时候我们住在成都 就住的是那种老小区嘛 上班吧 就特别累 下班以后我就不想哈喽 然后就让她背我 她就每次都背我 七楼 然后问她累不累 七楼 她也说不累 每次肚子疼的时候 她也是特别紧张 然后就给我找药啊 找红汤水啊 然后一不停地揉肚子 我就觉得她都很好 特别体贴 特别关心我 哦 所以就要嫁给她是吧 对 谈了多久结的婚啊 谈了两年多 谁提出的结婚呢 我提的 因为开开心心地结了婚了嘛 对吧 咱是主要说婚后吧 什么样的冲突和矛盾 怎么就变成一个什么宝宝了呢 结了婚以后吧 我才发现根本就不是 之前婚前的那样嘛 她就是那种一点都不成熟 然后没有责任心 没有上进心 然后还特别没有组建 然后对我也不关心了 哇 这个结婚 怎么就把一个人 就变成这样了 当初决定是不是错了 我就特别后悔 然后经常因为一些小事 争吵不断 而且每次吵架吧 她都会可以把我说得哑口无言 就她说你 我就觉得特别委屈 你说说具体的好不好 就先说她自己的那个生活 她都不能自理 就之前让她帮忙洗碗嘛 她就把那个锅啊 碗啊 直接放在那个灶台上面洗 那灶台是生活的地方啊 你怎么能洗碗啊 然后跟她说她也不听 我收拾的时候 我每次都是这样 当我收拾完了之后 我也会把灶台这些处理好的 那那个水泡不到处的事 如果说她收拾好了 我还会说吗 她每次都是这样的 行 而且她从来都不会 洗碗洗得不合规是吧 她从来都不会主动做家务 然后我就是有点洁癖的那种嘛 但是她都是那种 你不做就算了吧 那你应该追求我的劳动成果呀 她经常一回家嘛 然后就那个鞋子 也不放在那个鞋架上面 那个地就到处都是离了 我那个文献也白做了 衣服啊 东西啊 什么都往那个沙发上扔 然后那个沙发上都没办法做了 这个让你觉得 她不尊重你的劳动成果是吧 对 过活 本来她就不主动做家务啊 我做了你就应该珍惜啊